我们刚刚这一串,不过我们可以恢复中间这一些 如果你今天不要用if is L 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先把delete掉 里面的话呢,当然原来的是 插入函数里面,各位可以找一下逻辑 你会找到那个逻辑里面呢 会有那个if L 这个函数 if L 那跟if加上is L 有什么差别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不过我不太记得是不是2003以前的版本没有 可能你们如果旧版的话,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那使用的方法很简单,按确定 一样是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所以刚刚的东西一样贴上 那它会刚刚是有三个文字方块让你贴 不过这边只有两个 你只要贴上刚刚我们做的曼式判断 那它只会问你说如果发生错误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正常的话怎么办 如果正常它就是用上面的啊 就不需要再额外再贴了 所以公式会比刚刚来的简短许多 OK,按确定 好,那结果会有什么差别 其实应该没什么差别 OK,往这边拉 结果就OK了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公式会简短许多 那当然呢,想起来 如果以后你用is air判断的话 反正记得用if air就可以了 OK 不过有些工程师大部分看到这个 这个他会念error啦 不过我后来发现那个 其实应该是念错了 不过是这个 因为我看外国人他发音不会是 什么error 应该是air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if air OK 好,然后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 年历产生的 不过呢 我还希望呢 我礼拜六 礼拜天是不同的格式 如果礼拜六不同的 礼拜六 我希望呢 他能够给我一个 也许是绿色的 是,然后浅绿色的笔 像这样子 那以前的做法 他比较稍微高明一点的话 知道有一个复制格式 那不过复制格式可能要点两下 为什么要点两下 因为连续复制 但是这个好像应该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要这样点的52周嘛 那礼拜天 又要另外一个格式 所以我们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帮我完成这件事 其实非常简单 一 游标先放在1月1号上面 二 Ctrl Shift 向右 选取 向下 这个是整个选起来 Ctrl Shift 是Ctrl 是方向 Shift 是选取 向右 向下 整个选取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 新增一个规则 那规则 那规则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公式来决定 这边有没有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因为 我们 礼拜六 礼拜天我刚刚讲 可以用weekday 其实呢 在使用公式呢 你也可以用 以Sale里面的函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weekday 不过呢 他没有办法自己插入那个函数 你必须要自己打上去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你要给 哪一个 储存格 那储存格 特别注意 一定是以左上角那个 因为1月1号是A2 所以我们就以A2 那个当基准 A2 他会自动帮你把全部的做完 如果等于 等于 礼拜六 那就是7 那礼拜天的话 就1 把这先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礼拜天要做 格式化 字型的话 颜色也许就是 深绿色的 填满的话 也许就是浅绿色的 按确定 再按确定 你会发现 全部做完了 那礼拜天 一样 新增规则 记得喔 使用公式来决定 等于 也许是等于 等于1 OK 格式 底下这边有格式 那我就给他一个 这个 填满是浅 浅的红色 这个有点浅红色 字的话呢 给深 就是红色 按确定 就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点击开来 格式全部做完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 这个 综合练习的练习 那 不过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做一个 VBA版本的 这个难度 其实比较高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已经把那个 最后的完成 这个 刚刚的 完成的程式码都放在这边 比如说怎么样做格式化 怎么还原 怎么自动产生 我想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先把那个 我们的这个部分 就是 年利部分先做出来 下个礼拜 我想我们再来看 那个有关 VBA部分 回去有时间 各位有兴趣 也可以试试看 你贴上去 输入一个 一个年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 后面的东西全部完成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 就